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这波疫情来得快又急 令人措手不及 未来走势又不明确 所以提升个人的免疫力是当务之急 许多家庭学生在家线上学习 成年人分流上班在家工作 我们要如何在家做好健康管理 如何保健 也许可以把居家打造成一个养生房 如何执行呢 我们邀请花莲知名众医师 同仁堂众医诊所副人吕明如医师来解析 吕明如医师您好 大家好 因为疫情许多人的生活瞬间产生极大的变化 跟以往是截然的不一样 又正逢现在大夏天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们的身心容易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 遇到目前的情况 我可以感受得到的就是紧张 害怕的气氛 我觉得大家忧心忡忡的就是防疫的问题 害怕自己会不会被感染 就是因为我们都看不到这个病 看不到这个状况是如何 所以大家就会怕 以往都会往外面去 算算心等等 现在如果是不习惯独处宅在家里的人的话 那么心理上面可能会产生又这种忧郁的现象 那么如果再闷出来就是再加上热的话呢 那就可能会产生热的这个中暑啊 但是现在还不到那么高的温度 如果温度继续向上的话就有可能 并且再加上这个热天的这种暑气 那如果再有下雨的话 再加上湿气 那么这个热湿 然后呢这个病毒的邪气再加重的话 那身体呢就会比较不舒服 这会产生一个是呼吸的问题 呼吸系统的问题 再来就是肠胃的问题 这个很可能的问题 再来就是心理上面的这种健康 或者是说不舒服 不舒畅 不快乐的问题 是 那我们长期这样子的恐惧 会在我们生理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会啊 一个是睡眠不好 害怕 担心这个担心这个 那再来就是吃饭的问题 吃不好 然后呢胃口也不好 接着呢 肠胃的问题也会出现 所以这个是连贯性的 这段期间全家人几乎都在家 那我们可以如何利用我们的居家时间 好好的关照自己的身体 可以为自己跟家人做一些什么样的保养 来一起提升免疫力 对抗各种的病毒 这个免疫力呢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想想看呢 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 第一道防线呢 是我们的皮肤 口腔 还有鼻脸膜 然后呢 第二道防疫系统呢 才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免疫细胞 免疫蛋白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么换句话说呢 首先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口腔 我们的鼻腔的脸膜呢 能够很强壮 病血来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把它堵下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身体的位气 能够提升起来 我们身体有这个保卫自己的那个那种气 叫做胃气 这个胃气强化了以后呢 我们的免疫功能呢 包括内外的免疫功能呢 都能够提升 那么要让这个功能提升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呢 我觉得大家每天都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快乐 开怀的笑 我想呢 这件事情是不花任何一毛钱的 可是很多人都 开开了又就笑不出来 如果大家能够勉强的 就是即使呢 刚开始的只有一点点苦笑 然后把它笑出来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慢慢的 会变成快乐的笑 是 这个快乐的气氛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会影响到我们的领域 然后呢 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 能够和谐的共振呢 就会共振到更好的这种能量 然后你的免疫细胞就会提升 这是最好的一个 提升我们的免疫功能 最有效 而且呢 是最不花钱的 第二个呢 就是呢 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 能够安静下来 宁静下来 然后呢 感觉到那份和谐 感觉到那份慈悲 感觉到那份天地之间 给我们的那种爱的感觉 当我们有一种慈悲心 有那种爱心的时候呢 你也能够安静下来 能够保持那种宁静 很自然的呢 你那种害怕心也就没有了 你那种忧郁心也会没有了 你的胃口也会比较好了 你吃得好 然后睡得好 然后免疫系统会比较好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呢 我们可以练习 做一下深呼吸 就是慢慢的吸慢慢走 或者是呢 我们吸有四个节拍 住的时候呢 八个节拍 你用你自己能够承受的那个速率 慢慢的吸 慢慢的走 在这个呼吸之间呢 你身体上面的这个气呢 慢慢的它会临近 然后呢 气也会越来越足 深呼吸呢 你可以坐着 站着 躺着 它都可以坐的 所以呢 其实呢 是没有时间跟地点的限制的 是 做深呼吸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可以调息 也可以让我们的肺部更健康吗 是的 它的这种病毒呢 就是 它会感染都是从呼吸系统进来的 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呼吸道 还要强化我们的胃肠的功能 尤其是今年新手年的这个运游器 呼吸系统跟这个肠胃呢 都要调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练习深呼吸 然后呢 还可以按摩我们的穴道 或者是呢 用拍打 拍打我们的胸部跟腹部 那尤其是在我们胸部靠近肩膀的那个位置 那如果能够每天去拍打这个部位 然后再拍打我们的这个肚脐每一个部位呢 能够拍个100下 那这个呢 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经络的气 还有呢 我们上胶跟中胶的气 那自然而然的呢 那你的体能呢 它也会较好 特别是在我们胸部靠近肩膀的那个肩窝的地方 还有在我们胸部弹中穴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淋发系统 按摩跟拍打这个淋发系统呢 它会让我们的免疫机呢 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 这个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是 我们在中医上面有一些的穴位的按摩 那我们在家里可以做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居家打造成一个养生房 甚至可以全家人一起来互相做 李医师可以教我们 我们在哪一些的穴位 可以让我们提升免疫力 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家人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穴道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百灰穴 百灰呢 就在我们的头顶 你只要知道这个头顶就好了 可以用手去按摩它呀 或者去揉它呀 或者去拍打它呀 那么这个我们身体的阳气呢 就会得到疏通 尤其是百灰呢 是助养之灰 所有的阳精呢 都会在百灰相交汇 那你按摩了百灰以后呢 阳精的气会顺 而阳精呢 跟身体的免疫剂是非常重要的 再来呢 我们看第二个穴道呢 就是河谷穴 河谷穴呢 它是一个万能的穴道 这个万能的穴道呢 跟我们的肺跟大肠 那是有关联的 因为它是大肠镜的穴道 但是它跟肺有关系 而且呢 它尤其是从大的河谷 可以看到这个五脏六腑 从全息论来看的话呢 所有的身体的五脏六腑 都在这个河谷这个部位 可以得到一些刺激和舒缓 所以河谷穴是重要的一个穴道 再来就是竹山里 竹山里呢 在我们的脚外侧 在我们的膝眼下 三寸的地方 这个竹山里呢 是一个强壮的药穴 那么它就是激发我们的能量 激发我们的累积呢 很重要的一个穴道 还有一个穴道呢 叫做太溪穴 太溪穴呢 是在我们的脚的内怀 那怀间跟跟间之间 这一穴呢 是圣经的穴道 我们常说它是一个 补肾的重要的穴道 而肾在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内 它是跟精气有关 那你要让我们的精气 比较旺盛的话 那么这个太溪穴 是很好的穴道 你按摩了太溪穴以后呢 我们身体的筋纬的物质 就能够保存得住 然后呢 它能够对我们的眉心 有很好的效果 还有一个穴道 叫做内关 这个内关呢 就是在我们的手上面 把手仰掌的话呢 在我们手腕的 这一边有一个横纹 横纹上面 三个手指头的距离 在两条巾之间 这个穴道呢 叫做内关 内关呢 它关乎于我们的心胸的位置 心脏啊 胸部啊 还有肠胃啊 等等 它都能够管得到 那如果是把这几个穴道 把它配合起来 运用的话 虽然没有几个穴道 但是这五个穴道 全部都用的话 其实这个身体的能量呢 都不能够被激放起来 是 这是很简单的方法 那我们通常按摩这穴位的时候呢 要按摩多久的时间 每一个穴道 大概要两分钟到三分钟 是 我们知道说有一些 有一些在中医的用法上 我们可以在家里 也可以用温揪的方式 即使天气这么的炎热 可是我们可以温揪 至于有没有哪一些的方式 温揪哪一些穴位 可以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呢 温揪我们的这个黑门 还有那个大椎穴 百灰穴 还有我们的肚脐 我们的竹山里 那么这个这几个穴道呢 就已经很好用了 好 那我们在温揪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通常会喷酒精啊等等的 所以要注意安全 好 那接下来这样请问老师就是 我们在防疫期间 许多人都会在家里料理 那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吗 吃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提升的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啊 就是说你要少吃些什么 第一个少吃油炸的食物 少吃太甜的东西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么要多吃什么呢 我们要多吃的就是一些蔬果的东西 还有一些蛋白质的东西 如果吃太多油腻的 会阻碍到我们的消化 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 所以我们常说了 如果每天早晚有一杯奶 每餐里面的都有一些水果 都有蔬菜 很多人怕胖的话 那么那个好像饭呢 都吃的比较不多 但是呢饭呢 有个需要的 就是呢 淀粉类的东西 就是像蔬菜啊 就饭呢 都要有相当的一个 一点 不能说完全都没有 再来就是像我们的豆类啊 鱼类啊 单类啊 要看适量 如果吃素的人的话 你当然这个豆类的 五五杂粮呢 就要更多一点 还有就是坚果啦 应该要适度的摄取 也就是说我们 应该要 蔬食多于荤食 这个是 很理想的一个 我们目前的这种饮食 是 有助于我们身体 是 那我们在中医上面 有告诉我们 说有一些养生茶 或者是什么防疫茶 都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老师 这个部分也可以 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应该 在网络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 那种防疫茶的东西 防疫茶呢 的的确确呢 会因为个人 不同的地域 还有不同的时间 还有不同的体质呢 还会产生 适度的这个作用 不同的防疫茶的处方 但是大致上呢 他们都是 有助于 把身体的能量提升起来 还有就是 如果有 对于初期的感染 他都能够把它 这个消除掉 所以一个好的防疫茶 就是他能够提升 我们的能量 提升我们的免疫机能 然后呢 对于初期的感染 都有治疗的效果 这就是很好的防疫茶 是 那通常防疫茶里面 主要的处方会是什么呢 防疫茶里面的处方 目前我看到了 很多就是 有黄芯 有甘草 鱼心草 菊花 紫苏 甘草 等等这一类的药材 那这些防疫茶 是不是我们全家人 大大小小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一般来讲是如此的 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的 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都是这个方子 然后呢 就大众的都一起喝了 然后呢 病就好了 是 那这个防疫茶呢 大致上呢 我们都这个量 还有呢 就是处这个方的时候呢 就是针对一般大众的 除非说有特别的这个症状 比如说 发烧比较严重了 或者是说 这个病情比较严重了 当然就例外 所以一般体质的人呢 只要不是什么大病的人 大致上都可以适用 那谈到病呢 就最近卫福部 许可一个中药 清冠一号 他真的可以治疗 新冠肺炎吗 所以老师您怎么看 要如何使用 这个药方呢 是用来治疗 已经被感染的 不是用来预防的 所以如果要预防的话 就是要用防疫茶 受感染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新冠一号 这个新冠一号 就不在我们居家了 是在医院的处方了 对不对 对 那最后呢 请教李明如 李医师就是 我们周遭呢 不只是新冠病毒 还有各种的病毒 环伺 防不身防 所以我们应该要 以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这些 随时可能存在的 病毒风险 非常好的一个观念 不是只有 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周上有那么多的 外来的病邪 但是呢 即使我们身体呢 自然而然呢 也有一个抗病的能力 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个神医 这个神医呢 就是我们自己 治疗自己的治愈力 那我们要把这个自己的治愈力呢 把它唤醒 那唤醒它呢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要什么样的心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慈悲的心 有一个和平的心 当我们有一个慈悲的心 有一个和平的心的时候 我们看待自己 还有看待万物呢 都是万物一体 所以呢 我们会这个同体大悲 对不对 无怨大使 同体大悲 然后呢 我们看待那些病毒 看到那些细菌 看到那些万物的时候呢 它跟我们是一体的 那你说呢 它是你的一部分的话 它还会作怪嘛 那我们跟智能界里面呢 是可以和平相处 那和平相处的第一个 就是自己要能够 跟自己和平相处 所以跟自己和平相处 然后再跟外界和平相处 然后跟病毒和谐相处 整个身体的这个 共振到一个非常高的 这种阶段 一切都非常和谐 心灵的问题是最重要 再来就是我们身体 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 在一种暗定里面呢 不要害怕 所以我们要吃得好 睡得好 大小便很通烫 然后保持快乐的心情 不害怕 不着急 不害怕 就是因为你心里很堵定 不着急呢 是因为呢 抵抗力很好 然后你知道 怎么要去应付这些东西 胸有成竹 饮食方面也都好了 也有运动啊 让自己的体验也好了 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今天我非常谢谢 李明如李医师 跟我们分享 这个可以打造我们 自己居家的养生房 提升我们的免疫 谢谢李医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